大家好,我是游魔人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WMS-03 马格雅内特 它是来自新机动战绩 钢弹W之中的中东反抗军的量产机 那在区中总共有40部机体 那我想典故应该就是来自于阿里巴巴与四十大道 所以它的造型非常有特色 充满浓浓的中东民族风 比如说盾牌,它的斧头 它身上的装甲等等 它的机械设定是石原存栽老师 线条虽然看起来简单 却非常有辨识度 那它每次行动都是成群结队 四十部一起出现 那所以这一次除了一般版之外 同时它也公布说会推出四部的特化机体 以及最狂的是它会推出一个三十六机的套组 让你可以很容易就把四十部机体一次买齐 但是我就觉得很好奇 谁有这么大的热情 愿意一次收三十六部 如果你愿意买或是你想买的话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让我参拜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马格雅内特 因为在故事中算是配角中的配角 所以到目前为止它立体化很少 那以组装模型来讲只出过SD 那以这样真实比例推出也是第一次 所以也受到很多玩家的关注 那至于它做得怎么样 有没有符合大家的期待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首先以它的外观来看 马格雅内特的身高大概是12公分左右 和同系列的比如说沙漠钢弹 尼欧等等是差不多高的 那如果是对比宇宙世纪的RX78的话呢 很明显小了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W世界的机体设定 本来就比较小一点点 但是因为马格雅内特 它的整个肢体跟身材比较宽厚一点 所以如果你对比尼欧的话 虽然高度差不多 可是你的尺寸上你会觉得感觉要大了一点点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成型色的部分 首先呢你会注意到它的分件的分得算蛮仔细的 几乎所有该是什么颜色 它就会分成什么颜色 比如说它的关节啊 比如说它的装甲 它就会把这个深的咖啡色跟浅的褐色这两者 分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甚至在一些小的细部 比如说头部的周围等等 每一个部分它都是有很清楚的分色 那包含这个下巴这个脸部的这个面罩这个地方 也都有特别去做了一些分件哦 那像盾牌等等哦 这些地方 还有后裙甲等等 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有需要再另外补色的 那就光是这个宿主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高的完成度了 那它的配件非常的简单哦 就是有一把斧头 那有一个光速枪可以藏在这个盾牌下面 那同时也可以装在这个手上哦 那另外盾牌的部分呢 它有两个连接点 你可以从侧面连接 那也可以从后面这边来做连接哦 那甚至于呢 它有多提供了一个零件哦 是可以挂在背上哦 像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固定在后面 这个在武器配件的选择上呢 虽然不多 可是每一个这个组合的表现呢 还是蛮令人满意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它可动表现哦 首先头部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球形关节 那因为下巴比较长哦 所以多少有点干涉 那肩膀可以往前引 那球形关节前后转动都没有问题 肩膀这边是一个独立零件 那这个护甲的部分呢 也有做了球关 那上臂呢 这边可以转轴旋转 那另外手肘 如果看起来好像两段 事实上呢 只有一段的旋转哦 不过呢 可动的角度也是不小就是了 那另外拳头这边是做球关 再来腰部这边呢 左右旋转 前后可以有一点点的仰角 那侧裙甲这边也是做球关 我先把它拿掉哦 那前面裙甲它事实上是一片 可是你可以把它剪开 就两片就可以独立可动 再来就是它大腿可以往前呢 90度往后呢 稍微会被挡到哦 往侧边呢 可以大抬腿 然后转轴关节 膝盖呢 两段的旋转 几乎可以到对折哦 那脚的贴地 然后另外前面这一段 也可以旋转 基本上它该有的关节 都差不多都已经做出来了 以这样的这个结构来讲呢 也算是在可动上面做的 算是相当的彻底的哦 最后讲一下结语哦 主角肌有主角肌的帅气 但是量产肌也有量产肌的魅力 尤其在钢弹W之中呢 吴小强哦 都不用讲 那在钢弹米之中呢 有非常高的人气哦 那甚至呢 也吸引到很多女性读者的关注 但是大家有时候反而忽略 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些周边的机体 或反派像OZ的机体啊 事实上它就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哦 不管是Kadoki老师 或者是石原存哉老师的设定呢 其实都非常的厉害哦 那这里面包含像很多什么 十二星座这些角色啊 它立体化是真的比较少一点 比如说像李佑哦 前一阵子刚刚出HGAC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开心哦 那这一次呢 难得能够推出哦 这个更冷门的这个马格雅内克 我自己就是觉得真的蛮期待的哦 而这一次的表现呢 也没有让我失望哦 我觉得在整体 不管是它的造型 可动或者是它的细节的表现 成型色上面呢 它的完成度都非常非常高哦 那尤其这次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的关节哦 它事实上沿用了 跟之前李佑一样的 这种所谓Fibrood 就是呢 它把这个关节零件 简化到最少 不但呢 可以提高你制作的速度哦 那同时呢 成本上面也可以降低一点哦 大概就是像这两个 大概1000块左右日币哦 其实也还算蛮容易入手的哦 那所以呢我自己在组装的过程中 其实蛮快 我大概花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哦 那当然它还有一个最吸引人的魅力就是呢 一支永远都是不够嘛 那最好是三支组一个小队哦 或者是36支 那就是非常的完整哦 当然我自己是没有疯狂到那个程度 可是我相信这么热情的粉丝肯定是有的哦 所以我很期待说到时候会不会有人买了这个套组呢 我很想要见识一下到底 它的外包装长什么样 它内容物跟一般的有什么不同哦 那尤其是如果最后呢 能够把40支全部都收起 那整个这个大阅兵哦 那我相信那个摆出来的感觉呢 一定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感谢观看